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自己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想法毫无保留地说出来 随着职业联赛的发展 中国足球各方面的矛盾集中爆发 正所谓乱世出语路 无论是英雄还是草莽 都在大环境的趋势下留下了那一句句经典之言 我们列举出的这些有代表性的语路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很震撼 但有分外的沉重 大家听着想乐 却又乐不起来 而到了中超时代 球迷们 观众们的承受能力 经过假A十年的磨练 早已经见怪不怪了 您放出什么话来也吓不着我 但肯定能把我给逗乐了 大家再也不会去垂胸顿足了 因为中国足球已经这样了 这回是真的乐了 外员你怎么样 你到中国来打工的 不行照样下去 没有味的 没有人有味 预长 看电视 看电视没有人有味 好球的 球的 就是用脚背 招屁股踢两脚 踢两脚 完了以后 当时他说了一句 说我怎么了 后来我一听又生气了 又踢了这一脚 踹和踢呢 我觉得还两个概念 我在国心国傲的时候 胡绍兴 高明 我都踢过 包括周林 我再无知 我再简单 我再粗暴 也不至于到这份上 让带林别犯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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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带林不要犯规 没办法 对方 对方就这么踢 那怎么办 没办法 根本不是现在 现在足球的发展趋势 现在足球发展趋势 有这么踢球的 没有这么踢球的 对方是一个人 对后边 没办法 无论你在干啥 到什么时候也离不开 怎的吗 我就说一句 这套球是献给那些 比较喜欢落井下石的记者 让他们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 安全一点吧 有一首歌叫忐忑 我就是忐忑 忐忑什么呢 忐忑就是 因为土毕竟还有一个名额 我最后落实 所以忐忑 今天呢 这个工作完成了以后 你要再问我什么心情 这个周金龙有首歌叫 《晴天》 对吧 《晴天》 里面有一首歌词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还想 就你来到我的身边吧 就是现在就盼着他来 在足球圈里 当大家的采访 讲话都越来越冷幽默 娱乐化的时候 作为足球比赛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解说也开始风生水起了 资格老一点的球迷 应该可以感受到 足球解说 已经从以前的四平八稳 一步步发展为 现在的解说秀 其中大连体育频道的 解说员焦岩凤老师 无疑是一个具有 传奇色彩的代表人物 按年龄来说 1953年生人 今年61岁的老焦 是解说界当之无愧的老前辈 有统计显示 从1994年职业联赛 开始之初就开始说球 一直到现在 还坚持在一线解说的 老焦 非常有可能 是唯一的那一个人 而在中超时代 老焦将自己的风格 进一步的娱乐化 从而在解说界 开创出了 独一无二的 交试语录 现在场上的观众 开始动起来了 漂亮 球进了 漂亮 詹姆斯 谢谢詹姆斯 球进了相当的漂亮 进的就是广州 进的就是豪大 进的就是所谓的 不能被攻破的球门 詹姆斯一记瞧打 广播对方的一门一位 这球进的漂亮极了 比特莱奥那个球 精彩十二万倍 喝点小酒 话也不少 但是我一般比较内向 我这 我害臊 害羞 漂亮 漂亮 詹姆斯 漂亮 这大连队把比特 追平了 接下来就是逆转 就是逆转了 给詹姆斯 纵失一手 猛如恶虎 酷实 外四 电车 风驰 谁敢 紧箱 吹马 唯我 詹姆斯 谢谢詹姆斯 谢谢詹姆斯 二比二平 我当兵时候就解说 那时候17岁 我就解说篮球 当时就是这种疯子 我觉得吧 我是学历史出身的 首先呢 你得写识 老阳啊 谢谢了 这球居然打飞了 太有意思了 这个没办法了 这不是裁判的事了 谢谢曹阳啊 这不是 不是陈鸿辉的事了 这球居然能打飞 我脑子里有一闪念 能不能打飞呢 真是这么想了 结果真照着来 这球 我没说 我这想 能不能有一个 打飞 打不尽的这么一个 效果呀 还真来了 好球 乌达卡 单击扣关了 乌达卡 哎呀 哇塞 这空门了 给老乌 哇塞 张飞啊 这张巴十毛 全是弯太陡了 每次 只要我一拿起麦克 我平常 你二十八机子 也好像没什么精神头 拿起麦克 我就进入状况 就开始 一直兴奋九分 那没办法 不能控制的这样 就是这样 这时候主台办第一声响了 全场比赛时间到 没有啊 是一声响 我说还有四周秒 没到还没到 还有一会儿 再着急了 还有十秒 现在还有十二秒 十秒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别人们射门 好嘞 出了边线 比赛时间到了 比赛时间到了 正好是分秒不差 不是 我会很感谢大家 对我的关注 我在一定程度上 也会在意大家 怎么说我 但是我觉得 好像我要改变自己 对我来说比较难 我大概不会改变我自己了 毕竟这么多年了 而且 这个来日无多 还是尽量的吧 我珍惜每一次解说 珍惜每一天的工作经历 这就是我 有力量 随着网络视频直播的发展 网络解说也开始大行其道 和传统的电视解说相比 网络的解说 在有底线的前提下 更为开放 而解说的重点 也不是以技战术分析为主 而转为对某些球员 某些花絮的无限放大声 比如像高林这样 一时不慎被灌之以 高飞机绰号的球员 就往往成为 网络解说员们 调侃的最佳对象 下位 这是高林 你看他还有变化 他一定会有变化 哎呦 倒地了 火爆龙 这这个右手拿牌 这个看来要判假摔是吧 嗯 高林吃到黄牌 最后高林也玩了一下节奏 一会看看啊 一会看看万董做 现在咱们也别轻易的下定论 不是 他这个 他这个节奏啊 就用错地儿 你看啊 如果现在 哎 这家伙 这个一般倒地的方向 跟那个受力方向有直接关系 对吧 对 他这个就是 勾到了 他是怎么说勾没勾到呢 是勾到了 但是倒 对 但是你勾完之后没倒 但是过一秒钟之后你倒了 这事儿就 人家倒的方向也不对 对 对 德比带确实也正是因为这些因素来吸引人 好的 机会 打门 哇 怎么放过爆射呀 这个球啊 这个球啊 你真对得起告飞机啊 全场都惊了 对 实际上门将当时已经慌了 这个球啊 推个地面非常清楚 球送的太好了 谁送的 空卡了 这球它是个犹豫的 没有想射一场球 这么近的距离 打这么高 哎呀 同志亮第一次拿球 好球啊 打门 哎呦 可惜可惜啊 这个高手快要打的 哎呀 哦 那什么 打不奇怪 不奇怪 他有多么热爱蓝天哪 这两个高凌激情 高凌高凌不能再打飞机了 我认为前锋就应该勇往直前 把握了机会 多练球 这次我特别配合高凌叔叔 想请问您 什么问题 高凌叔叔 行 您认为作为一个好诚前锋 应该具备哪些品欲呢 我觉得应该有果断的细心吧 然后在所有的 有机会当中吧 都有充分发挥自己的这种 果断坚决 然后一万五千的精神吧 谢谢高凌叔叔 我一定会努力 努力去练 做你做一名上你那样的好前锋 二十年 物是人非 有关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雨露 又何尝不是日新月异呢 但不管怎么说 那些人 那些话 曾经让我们感动过 欢笑过 那么雨露 他也注定会成为 中国足球职业联赛 二十年里 一笔 宝贵的财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